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久前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了首批敏捷型无动力外骨骼已经交付 外骨骼的定义其实来源于动物的外部骨骼 动物的外骨骼是用于支撑和保护自己的 而人类则是与之相反的内骨骼动物 最早提出外骨骼项目的还是美国 美国军方需要增强军用装甲 在2010年美媒报道 美国雷胜公司推出了第二代军用外骨骼系统 如果穿上这套机甲 那么士兵可以很轻松地完成上千次俯卧撑 轻松地举起重90公斤的东西 士兵的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不过现在来看 这套机甲似乎有些过于笨重了 这会影响到士兵的自如行动以及速度 据环球时报报道 目前我国研究出来的外骨骼机甲已经是轻性化了 这批敏捷型无动力外骨骼 可以帮助在高海拔地区 与山地地区士兵巡逻以及后勤工作 让使用者节省更多的体力 如果需要在高海拔和山地地区进行工作 那么由于复杂的地形以及强风等恶劣条件 像车辆 无人机等 就没有办法到达一些特定的区域 此时也就只能够完全依靠 人力步行过去开展工作 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 即使步行影响也很大 比如在平原上 该物体只有一斤重 但是如果背着该物体 在高海拔地区行走时 则可能会感觉自己背着一个五金的物体 更重要的是对人体的影响 在高海拔地区氧气稀少 海拔越高 氧气越稀少 特别是当海拔超过3500米之后 人体的运动功能就会开始下降 并且会体能流逝得非常快 不过据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06所副总师张立健介绍 此次交付的外骨骼 可以在人们攀爬 和搬运重物时 节省5%至10%的体力 如果站立不动 那么将会有70%至80%的力量 会直接被传导到地面 除此之外 穿上这套外骨骼时 可以在负重25公斤的情况下 快速奔跑 并且该新外骨骼 使用了大量的碳纤维材料 因此不仅不容易断裂 而且重量只有4公斤左右 对比于美国那套繁琐的外骨骼机甲 穿上这套装备只需要不到一分钟 而脱下也仅需要10秒左右 并且目前该外骨骼的制造工艺 已经成熟 产能可以达到每月1000套 单价也在慢慢下降 总的来说 目前我国这套外骨骼的实用性更高 如果边境地区士兵 配备这套装备 那么战斗力将会大幅提升 现今随着伊朗武器机运的解除 美国在中东的众盟友 即将迎来的很可能 将是来自伊朗的报复 多年来伊朗一直忍其吞声 而现在他们可谓是逮到了好机会 而中东的某些富有国家 因为过惯了安稳的生活 如果伊朗一旦发起攻击 他们很可能将毫无招架之力 不过他们的背后其靠山 可是全球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 虽然在伊朗武器机运解除之前 美国曾想过很多方法 延长机运时间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美国却依旧没有放弃 制裁伊朗的想法 而且为了保全自己在中东的地位 和众多的几方盟友 美军也必须制裁伊朗 但是很显然 延长机运时间是肯定不可能 因此美国出台了另一项计划 那就是对美在中东的各国售武 而这次的售武出售 都是极为先进的武器和装备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想以此让中东的盟友 获得先进的武器 并在技术上继续压制伊朗 然而这样的计划 却遭乱美国国内其他势力的反对 因此到现在为止 该计划依旧还卡在 美国国会的手里没有通过 最为主要的是 美国内部现在正面临着换主 因此该计划很有可能将就此割置 然而伊朗那边可没显着 前段时间 伊朗还曾发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内容显示 伊朗将早先的导弹发射方式进行了改进 并且还研制了更为先进导弹 这样伊朗将可以更快的在战时 打击他国 而伊朗所爆出的视频 则是把中东各国吓了个够枪 特别是沙特阿拉伯 更是直接呼吁国际社会 应该禁止伊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据罗斯卫星通约社 11月12号的报道称 沙特阿拉伯国 发表讲话表示 目前伊朗的政权存在非常大的危险性 国际社会应该对伊朗采取行动 应该不允许伊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并以此来保证中东各国的安全与和平 对于沙特阿拉伯国王的指控 伊朗方面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或是任何解释 目前双方之间的局势 可以说都是十分混乱 一方面美国在中东的众盟友 都忌惮着伊朗的导弹 而另一方面 伊朗也要提防美国的各种先进武器 可以说双方现在都不好过 不过就此双方也没有再起另外的事端 后续随着美国内部的患主 估计美国可能会走其他的道路来遏制伊朗 而这个时候就要看伊朗如何应对 不过在此之前 伊朗邱森多次表示 不会畏惧任何国家的威胁 同时伊朗也将会入侵着战斗到底 漫威世界的钢铁侠 一直是备受电影观众喜欢的人物 他一身先进高科技的装甲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在孩子的眼里就是电影里才有的科幻装备 但在军事领域里 这种附着于人体表面 增强人力力量的装备 被称为单兵外骨盒 作为单兵装备领域的新发展点 受到军事大国的重视 近日为了应对助力我国高原作战 中国航天科工2月206成功研制 并交付了针对高原地区 专用的首批的外骨盒装备 这是款敏接型无动力外骨盒动力装备 可能不如大家幻想的钢铁侠一样的攻击力 在实际运用方面 他考虑的是高原地区除了温度和环境以外 一直困扰高原军队的低烟问题 报道中 航天科工2月206所的副总师张立健先生 向环球时报的记者 展示并介绍了外骨盒动力装备 敏接型无动力外骨盒动力装备 这是针对高原地区研制 帮助部队在高原海拔与山地地区 进行的巡检和物资搬运等工作 据张立健先生介绍 本次交付的敏接型无动力外骨盒 在攀爬和搬运中午时 可以节省5%到10%的体力 站立不动时 基本上有70%到80%的力量 都会直接传导至地面 效果非常明显 其中 这套系统中的弹性主能环节 能够帮助使用者节省更多的体力 使机能在负重25公斤的情况下 快速奔跑 重量仅有4公斤左右 为了避免不易锻炼 装备制造材料 大部分来自纤维材料 不采用数量部件 抗冲击力良好 即使偶尔出现碰撞 也不易损坏 据环球时报记者体验 敏捷型无动力外合动力装备装备 穿戴非常简单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能穿在身上 取下来也只需要10秒左右 人体实际活动中 如张立健先生介绍的一样轻变 完全不会影响人体的正常活动 助力功能在人体负重后 感受比较明显 即使负重 也能轻松地走动跑步和跳跃 并且一段时间后 肩背也无明显的酸动感 暴动中 这些试穿效果都向我们表明 我军科研制造者为了高原部队 能够更好地在高原地区 克服人体体能限制 发挥人体运动功能 解决外骨骼研制材料滋中问题 运动时人造关节 与人体的贴合灵活动 外骨骼动作响应控制系统等难点 研发以便捷 轻便为主高原专用单兵外骨骼 据报道 首批数十道敏捷型无动力外骨骼 已经交付 生产时间仅为20天左右 一旦有需求 产能可以达到每个月1000套 现在 本产品交付 只等高原军区的实际操作反馈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 基本可以立即投入生产 为高原部队更换全部装备 助力高原作战 最后高原地区环境 导致人体极限下降 一直是高原长期驻守军队 面对的难题之一 单兵外骨骼的引发 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帮助我军克服这一难题 希望我国均用外骨骼系统科研 在高原装备的后续发展 用科技一步步解决环境 带来的人体极限问题 近日柬埔寨将一军事设施拆除 要说拆也就拆了 可能是柬埔寨对该地另有安排 并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美国非常不反 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 查德·罗德麦耶表示 柬埔寨军方在完全没有对美国 有任何事先的通知和解释的情况下 就私自拆除了 由美国资助的海上安全设施 对于这件事情 美方感到很失望 但是对于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表态 柬埔寨方面立即给出了回应表示 柬埔寨的一切行动 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 并没有义务将有关计划 提前告知美国 并且进行解释 其实这并不是柬埔寨 第一次拆除美方投资的军事设施 早在今年9月份 柬埔寨就拆除了一份 位于云朗海军基地内的 海军战术总部 而在2019年 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报道 在该报道中 声称中国和柬埔寨两国 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 在这份协议中表示 中国将获得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 部分地区的专属使用权 当时这一传言沸沸扬扬 搞得最后柬埔寨 为了澄清这一传言 邀请了多达73家媒体记者 并且史无前例地邀请了记者们 参观云朗基地 其实美军对此次被拆的基地设施 并不具有所有权 他们只是资助而已 该地的所有权 完全归检方所有 所以此次拆除 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并不需要对美军 进行提前通知和解释 这些难道美国自己不知道啊 不 其实他们都心知肚明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 对这件事情纠着不放呢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美国对其在亚太地区 掌控力的流失感到恐慌 自从美国认为 其在欧洲的势力 基本稳定之后 就将目光投向了 所谓的亚太地区 但是经过多年努力进展缓慢 并且今年美国可真是流言不利 事情都堆到了一起 美国所谓霸主地位岌岌可危 这就导致美国的优先论 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 此时柬埔寨的动作 让美国认为 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而且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 美国一直以来 就没有放弃过 任何抹黑中国的机会 这件事情撞枪口上 美国当然不会放过 只能说这是美国双标的 再一次体现 中国在海外进行的基础建设 只不过是为了实现 一带一路的构想 而美国拥有347个海外军事基地 但是真正称了上海外军事基地的 也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吉普提的保障基地 但它的主要作用 是为了维护亚丁湾海域的和平 打击索马里海盗 这与美国为了军事扩张 所建造的军事基地完全不同 各种有限商量 所有性简先出来 流军事基地 市 vengeance